好了,我們走完這個虎豹樂譜 你又覺得怎樣? 我覺得挺特別的 因為我的印象中以前小時候去的時候 其實不能走進去的 因為我其實記得很多好好的東西 但我沒有印象是可以走進屋裡的 我小時候去館也是印象最深刻的 花園,十八層地獄 現在就沒有了,剩下的就是那間大宅 我印象中也是第一次去的 那個大宅明湖的氣派其實依然在這裏 很多東西都很精細,很多裝飾 當然也有很多老虎 我最喜歡他的stain glass 一道門是小鳥的,另一道門是老虎 但我經常說虎豹別墅,為何不認有豹? 我最喜歡我的小弟子 所以老虎也很大 也只有虎豹,卻沒有豹,卻沒有豹 沒有辦法 我小弟子應該早死一點 更加要紀念他的豹 但他還未養了一隻真豹 那裏有些介紹,小弟胡文豹 過生後,胡文虎就特意養了一隻幼豹 來紀念他的,有真的就不用再假了 那時候還沒有 illegal 我相信現在也不可以 應該是不可以的 不過他家這麼大都可以的 但也很可惜,有這麼有特色的地方 12月1日會歸還給政府 所以我們真的把握最後的機會 可能真的第一次去,還是最後一次去的 那你又覺得,為何會這麼好? 當然是很可惜這件事 但為何你會覺得還是做不住呢? 其實也有很多因素 因為其實我們也算是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們也算是住港道區 一個比較格涉的地方 有時候他有一些音樂表演,有些音樂班 都吸引不了我們去的 其實都真的有一些,我覺得搞起來 他有一些不知如何定位 因為我有嘗試過去預約那個地方 可能我想像是搞一些小型音樂會 因為他的場地很小 他的大宅很漂亮 如果人不住,當然是很大很漂亮 但是一些表演的場地其實不算很大 你當是大宅,就算是搞派對 其實也不會說幾百人 對,最多一百人 對,對 你最多一百人 你最多一百人 但他的大廳可能都坐不到一百人 所以我想搞,但他的場租真的太貴了 我這些想著不賺錢 都不想虧得那麼多 他的價錢真的不可以 你覺得不如訂來玩一下,就不行了 所以他的定位又不是公益 但又不是公益 所以我覺得有很大原因 我覺得他很努力地搞不容易 當然我首先覺得他最基本的 就是operational income 其實都是主力,都是搞一些不同的音樂班 他還有其他wellness 可能是瑜伽那些 但是我們就這樣走的大宅 沒有特別去留意幾多間房間 課室的 但感覺上不是特別多 我覺得wellness 這句真是很奇怪 所以說他的定位 我覺得很難說 你如果想搞一間音樂學 你搞一間音樂學 你令到那間音樂學 因為他軟 你當然要令到人 無名而來的 你搞到是很prestige 才有機會 survive 我覺得你無緣無故搞一些yoga 真的有些怪 那我也覺得 我不說yoga那部分 他本身自己的音樂那部分 我都覺得是要時間去煮的 你都不可能一時三刻 即刻 well establish 一個音樂學院 但是第一 他本身課室少了 變成 income 會少了 當然疫情 你都很大衝擊的 你疫情都上不了 我看到唐人沒有 event 也沒有大衝擊的 是啊 是啊 還有地點 你說很遠 很格涉 也不是 是啊 其實是真光隔離 是啊 但是你又說 是不是很便利呢 就是家庫便利 我又不覺得是 也不是 還有如果你說真的能學習的地方 真的不太吸引 你說我去學音樂 其實當然是去選一些便利的地方 所以我不是說 再提出定位的東西 即是如果定位是commercial 等人們放工放學去學的 那你當然要一個很方便的地方 但是他又不是 那變了 你是要找一些真正的學校的學校 他這個就跟他的客觀的條件 真的好 即是沒有辦法 他真的設定了一個 即是你不跟你選一個學校 你想辦一個學校 你可以選擇 正常的你當然是想一些鬧市 方便一點的地方 但是沒有辦法 他真的是一間豪宅來的 本身就是 就是在一些豪華地段 是一間豪宅來的 正常人 除非你真的是 父家子弟 我不會特別想去 或者是一間真的 music school 即是你變成了 好像一個學校 你遠一遠都有人來 特地來學習的 那我就說 其實他的定位 有一點點 我覺得miss opportunity 即是 你令到他很厲害的 即是 當然跟你說真的要做 即是不可以兩年 就變成一間很厲害的音樂 又或者會很灑金錢去大事先傳 是的 又或者請一些名師 是的 名師 然後 即是浪費幾年錢 即是不能說 我搞一會兒 然後虧錢就不算 我覺得有點 不可能因為疫情 也是 他原本的交易 就是起碼去到2025年 即是你講的 其實還有三年 三年 他慢慢重量 所以 疫情的確是很大的衝擊 是的 即是 你講的疫情 可能2019年底 到現在已經大了兩年多 沒有了兩年多 去run一個這麼大的地方 還有就是 明天能 始終是歷史的事情 是的 這個東西是用維持人 不是普通的 那麼簡單的 我們去那裡 樓梯 或者地毯那些布 都是歷史的東西 是的 即是 你譬如說 你花園那間街轉 那間街轉是六角形的 你都要特地 配上一隻顏色 配上那顆 即是 不能亂找尺屎下去就算了 就算不說這些 他其實很多 花園 平時花園 你找些人去打理 其實都已經很繁複 即是 都是錢 即是你普通一間 因為學園不會有一個預算 去打理花園 對 他又要買花園 對 很多東西又要令你再 所以 那個Course應該真的很大 即是 就算你是 establish了一間學園 我也懷疑 即是普通的業園 能不能遮蓋到 所以 即是基本上 你要預先虧錢去搞 我 我覺得是的 都是 其實 都是虧錢的 是的 但可能真的虧得太金 就沒有辦法 先要這麼早 交還給政府 沒有辦法 這個是可惜的 但是 我們都希望 這個這麼有特色的地方 不要說 給了政府 又拆了 18層地獄 這麼有特色的花園 都沒有了 不過這個又不關政府的 那是因為後人 賣了 因為 它的大宅旁邊 是18層地獄 那其實是萬金油花園 是的 我們去看的時候 就是 旁邊黏著 就是一個高樓大廈 所以 那個黏著 就賣了 現在其實還有得去的 我們去的時候 就是免費開放日 其實由現在到它完的時候 其實它都會定時 到現在到12月 12月一號 是的 都有一些 到上的 就要網上預約的 大家都 趁個機會 去看看這麼有特色的地方 那我們今集到時間差不多了 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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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